哈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授课老师八文超 我主要讲的是广告海报设计 那么在上节课呢,我们一起学习了组成海报的几个重要元素 那么从这节课开始呢,我们将陆续的进入这个海报设计的实战 那么在进入这个实战之前呢,下节课呢,我会给大家讲解海报排版的基本原则 那么这节课呢,给大家引入一个概念叫做黄金分割 可能接触这个设计的同学呢,多少听说过这个黄金分割 然后呢,老师呢,是想给大家讲的通俗,容易一些 然后具体这个黄金分割在我们应用到设计上是怎么样的一个应用的方法 首先呢,它有这个一个比较数学化的这么一个概念 黄金比例 那么什么是黄金比例呢? 黄金比例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数学比例 通常我们会用线段分割来解释这个比例 就是把一个线段分为两部分 较短的部分与较长部分长度 比等于较长部分的整体长长度之比 其比只是一个无理数 取其前三位的数值近似只是0.618 这个说起来这个很枯燥 理解起来可能也很难 但是我们呢,在这个Photoshop里去给大家绘制这样一个图形 然后你们可能就比较好理解 这个黄金比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假设我们画新建 新建一个A4纸这样的一个大小的爆布 然后呢,我可能是都知道这个淘宝店的这个Banner是960的 它的长是960的,长度是960px 在这右键你可以去切换这个画布的一个单位 这个时候我为了方便修改 然后我用这个形状 我又建一个像素长度是960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在这输入输入数值 那么它这个长度肯定是960的 那什么是一个 这个只是我随意的 画出来的只有这个长度 但是我这高度呢 它不是按照这个黄金比例去进行的 那怎么样得到一个黄金比例的巨型呢 那么就用我们刚才这个数值960 去乘以0.618 我算了一下,大概是593 那么我们通常的时候呢 会直接取整 就是594让它进上来 594 593也可以 可以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得到的这个巨型 它就是一个具有黄金比例的一个巨型 而我们在这个巨型上 你可以现在给它拉上这个参考线 它这个参考线是智能参考线 是有吸附作用的 在这你画一个正方形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继续的用这个填充 可以用其他颜色 然后你发现这一部分 深粉这部分呢 它实际上也是一个 具有黄金比例的这样的一个巨型 那么你可以对它继续的去分割 继续的去分割 下面的这一个小的这一个长方形 它也是具有这样的一个黄金比例 就是你最后越分割越小 然后它就是出现这个 我们之前看的这个图形 会有这样一个规律 就是最后会形成黄金螺旋 也就是说 每个数字都是前两个的核 一呢 是零和一 一呢 它是前面一和零 二是一加一 就这样 一直是这样一个循环 循环到下去 那么这个也不是说我们 学习的一个重点 我们学习的重点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老师想给大家说的就是 它这一个点 最后的这一个点 就是我们设计的重心 你的点睛 就是说你的视觉 我们看上去呢 你想表达什么 想突出什么 你就把这个图片也好 文字也好 或者说人物的眼睛 重点放在这个位置 在设计的时候呢 放在靠近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就会看上去比较和谐 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 有些画面我们看上去就感觉很和谐 然后人们通过你这个 大量的看上去就很和谐的画面了 就会分析出规律 那当他们察觉到这个画面是通过 黄金分割去进行一个设计的时候呢 那么你设计的这个作品呢 就会被更多的人去认可 因为对美的东西人都是有一个吸引力 都会产生一个共鸣 大脑呢 甚至会对眼睛看到的事物进行一个小幅度的微调 来接近黄金比例 提高我们自身对外物记忆的记忆和印象 我之前做这个水草钢布景的时候呢 也会遵循这个黄金比例 然后前后的布局 你设计出来的东西呢 就是说你摆出来的造景 会有景深 然后会有层次感 看上去就是非常的和谐 但是运用的不是很显熟 也是我们就是说今天去学习 无论是你将来做海报的设计也好 做其他的设计也好 去试着去遵循的一个法则 那么我们同学就会说了 那我去计算的时候会很麻烦 那你还得去算数值 然后再去画出这样的线 然后去对照我的作品是不是符合 这样的一个审美上的黄金比例 那么今天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个插件 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这边有一个素材包 然后打开了 这个已经从这个解压出来了 当然这个插件呢 如果同学们需要 老师也会免费的给大家提供 现在我们来安装一下这个插件 在这个地方你就直接去点接受就可以了 这个是需要安装的 安装完了以后呢 你需要对你这个软件重新启动 那没有关系 我们把这个要存的 因为为了配合这个黄金分割 然后老师呢 就是从这个网站上呢 给大家找了一些图片 但是这些图片呢 它不一定是说完全的遵照 你这个黄金比例去做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一会看一下 它具体是怎样去修改 然后现在我们关一下 在这重新启动一下 那么它会在你这个扩展功能 在窗口的菜单下 然后有一个扩展功能 在这呢 它会显示出来 我们再把之前关闭的这些文档打开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海报呢 它有一个电影海报 它有一个固定的尺寸 就是50x70 那么它的分辨率 你做的海报的分辨率 一般是在75以上 甚至你有的时候高清 需要高清的话 你可能会到150 如果是你印刷的话 那就是在300以上 那么50x70 这一个如果按照我们黄金比例的话 它本身就是不是一个黄金的一个巨型 那你做图的时候呢 你可能是需要去直接做的这个海报 加上它0.3左右 上下各0.3除去以后呢 你可能就会做 假设我们做一下 厘米 在这 50 然后呢高度是70 分辨呢可能是72 演算的是4色 那么你就会加上左右各加上 0.3 那么就是6 上下呢是0.3 就是0.6 各加0.3嘛 这是你一个常规的电影海报的一个尺寸 那么即使我这个画面 我可能做的遵循了这个 黄金巨型黄金比例的一个画面 但是我拖进来的时候呢 它未必会是合适的 这是我们后期需要去调整 那我们今天呢 先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是不是 它的重心 它想突出的东西 是不是在这个 焦点上 黄金分割点上 窗口扩展功能打开这一个 嗯 然后注意一下 它这个在cc版本 然后我还不太清楚 因为我用的是6 然后在5的上面呢 cs5上面也可以用 但是cc上没试过 这是6 它下载扩展以后呢 直接分成两个这样的版本 然后用起来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嗯 你需要拉出这样的一个矩形框 然后你把这个颜色 前景色调一下 那它一会自动弹出的线呢 就是以你前景色这个颜色 为主的一个线 然后你会 注意就是 这一个点呢 它的这个线的粗细呢 是根据你画笔 是根据你画笔的粗细来的 你撤销的时候呢 它会由这个 像素呢 转转为这个路径 路径还是会保存的 这你直接把这层删掉 直接把这层删掉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画笔 画笔的快捷键是b 在这 你把它的像素改成两像素 然后改时 流量呢 百分之百 这个时候呢 去把这些锚点先删干净 你再画的时候呢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细线 然后你会发现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样的画面的话呢 那么它的这个 看上去它的这个 重心啊 似乎确实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它的视觉的一个焦点 除了这只眼睛以外呢 就是在这个部分 那么怎么改呢 因为它建的这个画面 也不是一个标准的 一个 黄金 黄金比例的一个具象 那么我这个宽度一致了 是600 那么我在做这个黄金比例的 剧情的时候呢 我需要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然后 看看它这个是不是 能对能够对齐这块这个画的这个黄金 螺旋 螺旋 能不能的 去和你这个画布 和你这个画面 是一边大的 能不能对齐 600 那么计算完了之后呢 它是970 颜色呢 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三色 然后呢 你再把这个画面 拖进来 拖进来呢 你可以去调整它的大小 那么这个时候你在画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 这个是一个标准的黄金 比例的一个具象 水平翻转 那么这个位置就是它的一个重心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调整 知道然后你自己去考虑你想突出的是什么 突出的是哪一个部分 那么接下来的这些文字呢 你就会相对应的去调整 那么把它放在这个重心上 那么你的整个画面看上去会比之前的这个画面更协调 这个就是这个 黄金螺旋 这样的一个应用 然后以及它的一个 确实是一个魅力所在吧 同样的 你像这些海报 就是关键 看你想给人们展示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灵活的 不是 死规律的 当然有一些已经遵循了这样的一个 黄金分割黄金比例的一些图形 那么我们 我们除了去找它的一些规律以外呢 我们在创作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呢 试着去遵循这样的一些规律 会让你的设计呢 看上去更和谐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 这个我们也可以试一下 然后它呢也是 让越分越小 这样一个特点 最后呢 也会出现这个 一些重要的部分 会在你的牌板上去展示 下节课呢 我们讲这个 海报牌板的基础原则的时候呢 然后也会借用这个 小插件 然后去给大家做一个实操 谢谢同学们的收听 然后我们下节课再见